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把自己的手脚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手脚当中的事业线 后期这个事业线是慢慢的越来越清晰 后期成就非常大 没有折断 事业还是比较稳定的 没有什么大的起伏 并且在一个单位或者某一个行业里面可以长期发展 那么财工饱满 说明财运旺 但是财工有异性之纹 容易跟异性有钱财方面的纠割 那么而且在感情线上面有金房子纹 金房子纹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 有房有车 指缝有点偏大 漏财 注意理财 否则的话是财来财去留不住 长色有点晦暗 说明近期的运势不离 这两年没运比较多 需要多注意 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手掌的丰润厚实根基不错 主纹路也是非常的深长 清晰有力 但是人文锁链文比较重 这个绿色的地方 独立性和思想上的成熟度不够 魄力不足 闯进不足 不利于初运 初期的学业都是有些受影响 这个蓝色的这个树文 这个是机遇文 如果是再长一点就变成帮扶文 机遇文呢 无名指下方 代表三十岁左右 机遇比较多 这个手掌当中还有十字文 这D6感非常好 佛缘 道缘 非常不错 前功 塌陷 还有杂文 不利于这个贵人来帮助 就是说这个贵人运不是很好 我们看这个 这个就是两条 其实呢 这个就是自己的D文 它不是断的 这个是典型的川长 川长 川长的本身D文人文 就不交合 所以说这个是双D文的意思 不是断了 不是折断 只是说D文呢 它起始阶段呢 比较杂乱 容易啊 年少的时候家庭有变故 但是D文后期后部啊 就后面这一段是清晰深长有力 个人健康没啥大问题 不需要担心 这是一个担心是不是折断了 其实这个是双D文啊 看还有没有 看这个 这个就是天文 充客财工 初期的财运不稳定 那么事业线清晰 池上 后期成就大 利于晋升 主纹路也是清晰深长 有点小川子长啊 那么这个人呢 适合在外面闯荡发展 后期得运了之后啊 有稳定的工资福利待遇啊 手上有半月环 半月环第一个 伴侣容易颜值 伴侣就是另外一半的 颜值比较高 第二个呢 可以得到异性贵人的帮助 小指偏短 那么第一呢 不利于子女的缘分 容易跟下属晚辈的关系不佳 那么大拇指上面 这个横文比较多 第一个是不利父亲 第二个呢 是不利职业运势 这上面呢 有一些 很多人在大拇指最上面 这个指尖上 有一些杂文 都是不利于父亲 不利于职业运势 好了 有关这个首要内容呢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我们下期 再见